去俄罗斯别光鼓着看球,这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,球迷,眼前一辆四年一度的世界杯,昨天在俄罗斯终于开始了,相信这个夏天俄罗斯也是很多人旅游最想去的地方,足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运动,尤其是在欧洲绝对是排名第一的运动,世界杯更是大家万众期待的足球赛事,很多人熬夜就是为了看比赛, 甚至有很多人不愿万里出国,越是为了看世界杯,确实这个夏天注定要被世界杯围绕了,但是在这里小编提醒一下,去俄罗斯也不要关顾着看球,俄罗斯的姑娘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,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吧,近日我们看到为世界杯服务的俄罗斯工作人员,不得不说一个个都长得非常的漂亮, 俄罗斯的姑娘虽然穿着工作服,但是样貌却吸引着一群群的工作人员,在场馆工作的俄罗斯姑娘,耐心的为球迷讲解工作,帮助球迷,希望能够带来更好的看球体验,但同样这些工作人员,也走进了球迷的心里, 对于俄罗斯姑娘可能在以前很多人都和小编一样,没有见过,但这个夏天注定会被他们吸引,在网上我们一直都听过俄罗斯的姑娘长得很漂亮,这一次除了看球以外还可以仔细欣赏,真是让人心花怒放,看到这些球馆的工作人员, 相信很多人都会和小编有一样的感觉,就是颜值真是太高了,有着西方人的高鼻梁,即使是工作人员,个个长得,也非常的漂亮,绝对是这次世界卑一,到亮丽的风景线,去看球的粉丝们,千万不要光顾着看球错过了这道风景,不然那就真是有点遗憾了,图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我删除。